胡歌如今因为打算转型到电影圈的原因,所以开始出国进行深入的学习。 在19年攀登者和南方车站的聚会之后,便没有了胡歌新作品的一些消息,而如今已经过了两年的时间。 喜欢胡歌的观众们也是一直期待着他能够尽快带来新的影视作品,因为没有胡歌聚集的时期似乎有一些的索然无味。 而如今胡歌经过沉淀之后,也是一连关宣了四部新的作品。 其中不仅有电影作品,还有着电视剧作品。 要知道在17年《猎场》播出之后,胡歌可是四年没有新电视剧播出了。 那么这四部作品都是哪些呢?下面就跟着我,一起看一下吧。 依李娜这部影片相信大家也都已经熟悉了吧,毕竟如今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,而这部影片的导演陈可兴, 在之前就有着夺冠这部作品的成功。 所以在如今运动题材影片上,相信陈可兴也是有了经验,能够将李娜这部作品塑造得非常好。 而这部影片在18年开机至今已经有了三年的时间,并且在19年的时候,影片也是顺利的杀青。 如今已经进入到了紧张的筹备阶段,按照陈可兴的脾气,应该会在今年的国庆档当中, 让影片跟大家见面,而胡歌在这部影片当中扮演的是李娜的丈夫江山这个角色。 并且在之前胡歌和陈可兴一起去球场,看球学习的照片也是被曝光了。 可见的确实是非常值得期待的,毕竟胡歌的演绎很少让观众们失望。 不过对于这部影片呢,还有着一个很重要的槽点,本来饰演李娜的角色已经定下,而李娜本人呢在影片里面也有着出演, 但是饰演的却是影片当中李娜的替身,这一点呢让我感觉属实有些怪异,但是对于这部作品,我真的是非常的期待。 二,繁花。 这部作品呢是王嘉卫第一次进行导演和监制的电视剧作品,也是目前胡歌本人呢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面关身最多次的一部作品。 所以目前这部剧呢应该也是已经正式的提上了日程,这一集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而成,主要呢是维要阿宝所展开。 讲述上世纪90年代在户上弄茬女们所留下的一段往事,而这部剧呢也是已经开启很久的时间了,虽然如今并没有播出的消息,但是在《潜于阵》呢也是爆出了首款预告片。 再加上胡歌不断的宣传,相信这部剧呢也是很快就能够和大家所见面啊,而胡歌饰演的阿宝这个角色,相信依旧会非常的出色。 虽然呢如今还没有看到正片,但是王家卫也是出了名的《慢工出戏活》的导演,一部作品呢交到他的手中,也是没能够让其在呈现之后让观众直呼精彩。 以前的《重庆森林》《春光乍蟹》不都是这样的作品吗? 并且胡歌的电视剧形象从来都没有让大家失望过,在《盛丰十一人猎场》里面依旧是胡歌本人将作品撑起来的, 所以呢相信这次胡歌和王家卫的第一次携手,能够为大家带来一种不同的体验。 三,迅路,因为胡歌之前呢一直都将重心放在电视剧的拍摄之上,电影作品呢大多都是客串或者配角, 所以呢电影圈当中对胡歌来说呢还是比较陌生的,而在19年他担当的南方车站聚会虽然呢口碑一般, 但是呢也算是让胡歌有了代表的电影作品,而如今胡歌向着电影圈发展一部里,那是远远不够的。 所以呢目前胡歌也是又有一部担当的电影作品爆出,而似乎因为之前出演的就是犯罪类型的作品, 所以这部迅路也是延续了之前是一部犯罪片,其胡歌所饰演的朱绍玉外号迅路, 是一个专门诱拐妇女的人贩子,可能因为作孽太多,自己在老家的儿子也被拐跑了, 所以呢朱绍玉便踏上了寻找儿子以及自我救赎的道路上面,可以说呢剧情还是非常的新颖的, 而在这部剧里面除了胡歌以外,还有着四小花旦之一的文奇《河童掌柜》, 演力两人的出演,可以说影片的演员阵容呢也是非常的让人期待, 而目前这部影片在今年的二月份已经正式的杀青, 从已经爆出的胡歌剧照来看,很多网友都惊呼, 谁能想象这是风华绝代的江左梅郎,不得不说胡歌呢也是再次回归了那种邪恶的周泽农的形象, 不过这一次朱绍玉玩的是星际,四,树女锦兰,除了上述的三部现代作品之外, 那就剩下这部树女锦兰的古装作品了,而胡歌的古装作品呢则是更为深入人心, 比如之前《大火》的《狼牙榜》,而这部作品呢也是胡歌和刘诗诗两人, 在《风中奇远》之后所再次合作的一部古装作品, 所以呢自然也是要很多的网友有所关注, 不过按照目前已经爆出的消息来看, 似乎这部《树女锦兰》是一个谣传, 仅仅有着一个空壳来吸引大家的眼球, 因为胡歌和刘诗诗两人对这部剧呢也是没有任何的消息, 而如今已经爆出的导演李仁岗, 在其介绍页面当中也是并没有关于《树女锦兰》开机拍摄的一些话题, 所以呢确实有很大的几率是一个谣言, 不过我将其放在这里也是因为这部剧呢虽然没有正式的消息, 但是也许呢还是在筹备的阶段, 所以目前也姑且将其算作胡歌的一部新作品, 万一哪天她正式官宣了不是, 并且呢我也是希望这部《树女锦兰》是真的在筹备, 毕竟胡歌的古装形象看不够啊, 而除了这些作品之外呢, 还有就是胡歌客串高圆圆的完美伴侣, 饰演了一个小区宝安的形象, 并且呢在之前也是有着一些网友偶遇胡歌进行了路透, 而对于这部作品呢虽然仅仅是客串, 但是由胡歌出演必看期待它能够尽快到来, 胡歌繁花定到时间曝光, 王家卫亲自指导, 能否闯进影帝提名, 繁花呢其实自从杀青到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啊, 但一直呢没有等到开播的消息, 繁花这部电影呢是胡歌唐烟和马依丽主演, 主要呢是围绕在当时上海为背景, 目前繁花在豆瓣的上映时间也再次更改, 已经是推迟到了2025年, 距离现在可是还有四年的时间, 繁花的导演王家卫呢是很有实力的导演, 指导了好几部人气非常高的电影, 她的电影风格大多数都是采用美和技术结合在一起, 在选择演员服装乃至是电影中的一个细节, 都是处理的无微不至, 之前呢繁花也晒出了一些预告片, 在影片中每一个画面都是非常的唯美, 跟随着王家卫还有几个主演一起回到上海, 大家对王家卫来知道繁花也是相当的支持, 毕竟英雄所见略同, 王家卫呢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, 拍摄这部电影呢应该也是为了让大家呢, 更文化和艺术的角度去看待上海, 在电影中呈现的是在当时非常的繁华的上海, 在外国的文化冲击之下, 说的简单一点是东方和西方文化的相互融合, 其次呢就是王家卫在当时拍摄繁花的时候表示到, 那时候的自己年纪很小, 对上海的文化是空白的, 所以呢想要通过这部影片让大家呢回顾起60年代的上海, 繁花有了好的剧本和导演王家卫之外, 最大的压力自然呢是落在了主角胡歌的身上, 他的演技呢是大家都认可的, 可是呢在之前接受记者提问时说到了, 他已经是看到了自己演技的顶峰了, 应该没有办法去塑造出更好的角色, 胡歌呢自从在这个圈子里出演了很多的影视剧作品, 可是之后被一群新进的当红流量演员一个个代替自己的位置, 于是他也转到了幕后去拍摄电影, 除了现在的繁花, 还有好几部带播电影没有上映, 胡歌出道多年, 先后呢向了华顶最佳男主角, 和飞天等多个含金量非常高的奖项, 一般影帝的提名是三个作品, 现在胡歌才有两个, 所以说呢要是后面胡歌可以凭借繁花再次逆袭的话, 还是很有希望的, 毕竟机会是放在了眼前了, 好了,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了, 关于繁花的定档时间也知道了个大概, 具体什么时候可以上映, 胡歌能够凭借该影片中, 拿下影帝的提名还是一个未知数, 期待胡歌回归后的第一部电影吗?